大头怪鹰 这是上世纪在中国香港很著名的一个都市传说 甚至改编成了电影 还标记了真人真事 我是专家 1999年香港一档综艺节目接到一通热线 叙述人讲起了一桩成年旧事 1963年 当时七岁的他在香港西区一所南校读书 而就在课间踢球的时候 球滚下了山坡 于是他就爬下山坡去捡球 而球滚到了一个阴暗角落的铁笼子旁 在当他伸手去捡球时 却看到铁笼子里 关了一个怪物 一米多的身高 灰色的皮肤头却大得像个箩筐 突然怪鹰不停地撞击铁笼 吓得他立马跑了回去 叫来了小伙伴们以及他们的校长 在场的人都看见了这个怪物 而电话说到这里就挂断了 在节目播出后 还有人找到了六十年代一起医院里发生的怪事 一个大头鹰被伸了下来 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于是这个都市传说就越传越广 时至今日 不少人发现这个都市传说只不过是根据九十年代的一个漫画 以及早期各种江湖小报上的故事杜撰的 相类似的故事在六七十年代就已经有了 而电影无非只是借势蹭了波热度 那这些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所以你看过这部电影吗 它是不是你的童年阴影呢